又是去元朗 事關一來小館主很近元朗 二來元朗真的有很多好東西吃 今天帶大家來這個叫赤葉日本料理 就是左手邊 看到嗎? 左手邊那間 它在永年士多隔 永年就是吃車仔麵 很出名的 這間赤葉是我朋友推薦的 他說午餐套很划算 來看看是不是 午餐是有午餐套餐的 刺身飯看起來也很吸引 而且幾十元有交易 而我就看中了這些壽司定食 因為有一個烏冬 而且壽司做得很漂亮 我點了就是這個 點了之後很快就上菜了 我這個套餐有三文魚腩 有三文魚壽司 有油甘魚壽司 劍魚腩壽司 還有一個池魚王 池魚王就不是道道有 也不是道道給真的池魚王吃 那這個我就吃到 是真的那樣東西來的 其實大家看照片都看到的了 都幾新鮮的 那這個三文魚腩 就很肥美 也吃得出是新鮮的 又不會說是很冷 或者放得很熱 幾粒壽司都值得很好 壽司飯有味 不鬆散的 還有那些飯粒也不會說過硬 或者太糊口 我就認為是剛剛好的 那附送的那粒芥末 也是 就是像和出來的那些芥末 不像是擠出來牙膏壯那些 那我覺得如果以它幾十元的餐 做得是不錯的 下次也會試一下其他刺身 它聲稱有拖羅 和圓條池魚那些 那我朋友就叫刺身飯 也很對白的 這個環境來說 冷氣比較強了 那它發現我好像很冷 也主動說生小一點 如果不吃生東西 它也有很多熟食的 有鰻魚飯 還有有沙律 即是日式小食那些 另外還有那些 套裝的壽司 有軍艦壽司 手捲 燒物串燒 天婦羅那些 其實餐牌也真的應有盡有 穿銷也有很多種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也請分享留言 和訂閱幸福小館 有什麼好東西吃 都可以告訴小館主 讓我去發掘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